在已经占厨艺在韩石大赛2夺冠韩石大师李英淑 今年凭借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再度声明大噪 然而他却在节目播出后被爆出欠债长达14年 引发社会关注 根据法院判决李英淑英基欠他人一亿含元的债务 且多年未偿还 因此他在黑白大厨节目中的出演费将被强制扣押 这些李英淑于2010年向债权人的父亲借款 并于2012年败诉 但至今仍未还清债务 对此李英淑表示 由于债权人之间的沟通不良 导致对债务状况掌握不清 他强调目前正积极处理此事 并承诺若确实存在未偿还的债务 将会负起还款责任 这起事件让李英淑的形象受损 不少网友对李英淑的行为表示失望 认为身为公众人物更应该注重个人信用 也有网友呼吁相关单位 应该加强对名人的债务问题监管 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